大家好,我是Jenny 今天我们聊聊省钱的技巧 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 因为有些钱看起来是小钱 时间久了,就是大钱 有些钱看起来一定要花 省下来好像觉得也就那么回事 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省钱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浪费 当然省钱并不等于你很小气或者穷酸 合理的花钱也能体现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管理和对未来的计划 那我们就说到第一点 也是第一个技巧,断正心态 省钱和理性消费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清楚和了解自己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理性的消费和做好对未来的计划 是我们积累财富的第一步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有趣的事 比如某某老头总是在贝贝店买个早餐 穿的也很不起眼 但是呢,他是一整条街的房东 还有比尔盖茨的女儿穿着H&M十几块钱的T恤等等 这些都是心态 一个人的quality不在于你吃了什么穿了什么 而来自于你的礼貌,修养,知识和品德 夸张的消费并不是我们高智能人群标榜的对象 很多时候都是跟爆发户土豪这些字眼一起出现的 所以断正心态在消费方面做到理性和力所能及 技巧二,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比如买衣服 衣橱要定期整理 需要添置哪一类的衣服根据需求去买 我们经常会跟着时尚跑,很多类似的款式买了一件又一件 穿的时候也拿不定主意 回头整理衣橱呢,时不时就会发现买的新衣服吊牌还在上面 已经不喜欢了 也过了退货的时间,基本上钱就算是浪费了吧 还有就是买菜 买菜前先看一下自己的冰箱里还有多少存货 都有什么菜 必要的时候列个单子去买 这样不会因为买多了吃不掉而浪费 我不管账,也不管钱 有一次我老公跟我说 我一年在Starbucks买了一千多块钱的咖啡 我当时都快跳起来了 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天天去 仔细看了一下账单,的确是这样 每个星期两到三次有五块有十块还有二十三十这种消费 真的是一千多,数据不说谎,看了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 还真的是要调整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技巧 看账单,调整消费习惯 我自己现在买东西都是集中在一个卡上面 这样看账单比较简单 信用卡就帮你把账记了 会把你在哪些店的消费都列出来 如果哪一类购买或者是哪一家店的消费超过了你的预期 你就要想办法调整了 比如这个Starbucks的消费 后来呢,我是尽量在家里喝咖啡了 调整之后呢,第二年就不到三百块了 技巧四,美容美发方面尽量自己做 比如染头发 好几年前我基本上是每两个月染一次 每次洗减染吹三百刀左右吧 一年差不多也近两千刀了 现在染头发用天然的海纳粉 几块钱一包自己染 一年在外面剪两次头发 这一项省下来一千七百刀左右吧 支架油也都是自己涂 时间久了自己就习惯了 技术也越来越好 而且时间自己可以控制 以前涂支架油是要约的 好的salon周六周天的早上 约个喜欢的人还挺难的 现在约自己就好了 走哪约呢 时间也省了好多 涂支架油这一项 大概一年可以省到三百刀左右 技巧五尽量不要买奢侈品 提高自己的品位 看杂志看书看电影都留意自己喜欢的类型 用心去塑造自己的风格 有一个误区就是穿了名牌的衣服 背了名牌的包就时尚了 yes and no 高品质的衣服和饰品的确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 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用不到这些奢侈品的 如果需要一件两件也够用了 而且一个人形象的提升 重点是自己要用心去塑造自己的风格 买衣服前掌握颜色剪裁和材质的特点 怎样让简单的产品在自己身上发光 不用花很多钱 也可以穿出来高大上的感觉 知识就是力量 技巧六不要被社交媒体所误导 我们经常看到社交媒体各种美轮美幻 大胸大屁股 各种名牌 各种奢侈场景 各种消费等等 这不是我们的生活 不要被影响到 我也要一个一模一样的包 一模一样的肩下巴等等 你的圈子里 朋友们不会在意你的胸变大了 或者是你背了一个新的闪闹就能怎么样 这种消费非常可笑 但是每天都在发生 千万不要让自己陷进去 谢小七 健康饮食 锻炼身体 定期做身体检查 有人说你账户上有多少个零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钱的那个一 健康就是那个一 如果生病了 花多少钱 都是未知数 你的工作 学习和所有的时间 也都搭进去了 所以饮食健康 要把得住关 坚持锻炼 定期做身体检查 另外有一点 我们从小被教育 生了病 还坚持工作 学习等等 这个不靠谱啊 感冒发烧 大小病 一定要先休息 如果需要看医生 也不要拖延 目的是很快的好起来 状态回去了 效率也能上去 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技巧八 定期查看自己的订阅 不需要的服务和产品都取消掉 这些订阅是平时看不到的消费 但都在偷偷花你的钱 技巧九 家庭消费里吃的东西 按照消耗速度来买大小包装 我们大家庭都喜欢去Costco买菜 比如一家人都吃的 牛奶 鸡蛋 肉类 我会去买大包装 但是青菜 土豆 葱姜 蒜 这些 我会在Hofus Market 因为大包装的新鲜蔬菜水果 如果不能短期内吃完 基本上就是浪费了 技巧时 尝试和购买零售商 private label的产品 比如Costco自己贴牌的 Kirkland的酒 咖啡豆等很多产品 价格都比同类产品低 品质也非常赞 Hofus Market的365牌子的 cream cheese 也比Philadelphia价格低好多 味道也很好 所以经常吃的和消费的产品 找低价位的private label的产品替代 是一个省小钱的途径 小钱省多了 也是大钱 技巧十一 尽量在家里吃饭 减少购买的开销 如果午饭在外面吃 水自己带 通常我们吃一个午饭 6到10刀左右吧 饮料1到5块钱之间 水最健康 也是最省钱 就拿水来说 一天省2块钱 一年也是好几百 技巧十二 不要介意用旧的东西 小孩子的衣服 玩具 经常会有朋友送给我 家里的小东西 很多时候在Yarsel 都可以买得到 我买到过一块钱的球拍 一块钱一袋子的厨房小工具 一块钱很新的毛兔子公仔 都是路过看到了 刚好家里缺就买了 好了 今天的省钱主题就说到这里 如果有更多的省钱妙招 也请朋友们在留言区 写给大家分享 喜欢的朋友们 请点赞订阅 也请分享在Facebook和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受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大家